啟動儀式 開始 屏東縣原鄉一文產業聯盟推廣協會 設立都會區族群童萬教室 今天上午在屏東市青腦街 博客下餐廳正式啟動 協會特別邀請部落童萬講師 示範教學 目前移居屏東市的排灣族原住民 有近三千人 協會以童萬作為媒介 希望在都市中建立一個基地 提供排灣族語教學及文化學習場域 針對這次的計畫 我們是希望透過把山林的這些智慧 把它帶到都會區 那都會區有很多 我們排灣族的小朋友 可能很少接觸到這樣子的一個 透過童萬的製作跟實作 然後從實作當中 教他們一般的童萬的族語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能夠帶給更多家長還有我們小朋友 一起來學習 協會表示 多位區族群童萬教室計畫共24堂課 由圓民會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 將從4月至9月 每個星期六上午9點至12點開課 邀請九位安坡部落童萬講師輪流授課 課程內容包括花草編織童萬 田野童萬 狩獵童萬 歌舞童萬 竹木林童萬 民俗基童萬等 課程豐富精彩 排灣語也是一樣 我們也很希望說 我們要傳承這些語言 要不然我們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語言的話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誰 童萬講師蔣麟花表示 希望透過課程規劃 讓都衛區排灣族小朋友 透過母語學習更認同自己的文化 安坡部落推動童萬文化十多年來 已經研發超過150種童萬 目前在坡克夏餐廳童萬館 展示了數十種受歡迎的童萬 族群童萬教室預計招收 20到30名原住民學員 都衛區原住民小朋友免費參加 父母親可陪同參與 非原住民小朋友也可以報名 但現額10名 一堂課著收300元 透過童萬教室 打造一個生活化的 族群文化學習環境 除了傳承文化 也提供民眾認識 和接觸排灣族文化的機會 達到族群交流學習的目的 都衛區族群童萬教室計畫 請購買 評論新聞 張如英章志豪 採訪報導